听 听得见鸡犬相闻 鸟语花香吗 在这样一个早上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你还记得你人生的愿望 或者说是理想吗 我自己曾经有过很多的人生愿望 或者说是人生理想 有一些已经实现了 也有一些就随着岁月消失而去了 但是今天此时此刻 站在这座茶山脚下 我人生的愿望是在 未来用三年的时间 我要去探访茶山里的中国 今天是我们这个探访行动的第一站 杭州 十一点钟 我邀请了一位杭州的茶人朋友 范俊文老师 会为大家带来一场内容直播 我们会去带大家看一看 十八棵玉茶树 还有施丰山下的茶园 还有梅家屋 我们去采茶 制茶 当然了 也带大家一起去品一品 民前的龙井 对绿茶 对西湖 对龙井村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十一点钟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对ông